Hello 各位好 歡迎回到《囚禁之館》 我們繼續劇情 上集說到拿了金色的假髮和紅色的外套 準備拿去其中一個藍的角色 阿仁 到的 好好適合你啊 阿仁 啊 這樣真的好嗎? 只有這個辦法 再用小BB 眼光看著我才我殺了你 我真的覺得你穿得很適合 總之我們只能靠這個叫露莉亞接受 上集就說到那個獎女就叫她願意給鎖匙給美撒 但是她就需要用故事中的王子 就是她想見這個王子和她跳舞 不記得了 你發生什麼事我都不要說話 滿足之前交出鎖匙都要忍來 對 她要看到這個王子的故事中 哎呀 你回來又好快 是啊 那我理想中的王子呢? 好啦 啊 咦 誰人啊?這個人 是我夢寐以求的王子大人 好厲害啊 是真人來的 不是夢啊 認定你一人是王子了 想不到竟然可以這麼成功 那個...王子殿下 你好啊 初次見到我是露莉亞 真是很英俊啊 王子殿下 我一直在等著你 只要見到你我死都無所謂 我是真心地想的 啊 說了這些幾句話呢 我自己都害羞 王子殿下很沉默寡言 好啊 喜歡安靜的男人 你很適合我 怎樣怎樣怎樣 真的什麼都不說啊 那個王子殿下 求求你呢 聽我說 慢慢點頭 太好了 果然很溫柔 王子殿下 那個... 你可不可以跟我跳帖舞啊 點頭 哎呀 太好了 謝謝你 這樣 馬上開始吧 這樣說呢 把身體卡人優惑的 沒有動作 好 跳舞很好啊 嘩 完全不同樣子啊 他跳得很開心啊 不過是王子啊 嘿嘿 王子殿下現在呢 和我宣誓我們的愛情 接受 接受什麼 看不到我 接受啊 愛的話 嘩 無端拿著刀 接受我的 愛之人啊 一起死吧 嘩 突然之下不知道做什麼事啊 刺下去 嘩 路利亞 你在做什麼啊 什麼叫我在做什麼 我是首約定的女人 因為你把王子帶來 我要把鎖匙交給你了 這樣我會消失的 所以我想和我心外的王子一起死 嘩 吉在他的腿上流出了鮮血 想和心外的人一起死這個願望 作為一個女人來說不是理所當然來的嗎 那個是... 嘩 嘩 下一瞬間倒在地板上 哎呀 王子殿下 對不起啊 以下請放鬆吧 蛤 王子殿下你的頭髮 是什麼一回事啊 王子應該擁有小米一樣的美麗金髮 為什麼你戴的是假髮來的 那個... 難道這個王子殿下是假的 你騙了我嗎 不是這樣啊 這個什麼看妝的男人 簡直好像穿王子衣服的老鼠一樣 唯有從我手中拿到鎖匙 你玩弄了我的少女心 哎呀 哥哥 你冷靜點下來 殺了你 不管是你還是這個垃圾男人 我要殺了你啊 啊啊啊啊啊 因為太過憤怒一直重複了一句話 但是...他已經因為憤怒失去了自我 但是現在是桃花一個好機會 小心地叫上人 你沒什麼可以走 勉強 殺 總之趁現在走了 我們的生命危險 扶著人到門前面 你們要去哪兒啊 但是我被發現 我好像認錯人 我要去去找真的王子 你說什麼 你明明踐踏了愛慕之心 這個罪你要以死來償還 怎麼會這樣 當然啦 那個男人都要一起 糟糕了 握住了門把手 上了鎖 為什麼會這樣 我怎麼可能輕易讓你們走 殺了你 我要殺了你 吃了你 任務可以打到路 不是啦 怎麼打到 這個剃刀 究竟用來做什麼 這個呢 嘩 很危險 不可以踩到這些東西 想不到你也是神經病的 這是什麼水晶 是枯毀的花 有變條 我就如一個枯毀的花一樣 得不到任何人寵 只會被拋棄 消極說話 這張箱是什麼 好像有很多孩子 但是呢 只有一個人的臉 都被人畫到亂七八糟 是努尼亞做的 好像踩到... 好痛啊 人家殺了你 啊 什麼事大哥 你瞬間移動了 又說他踩到東西 突然下一步 立刻飛到我面前 是什麼事大哥 可以引他過來踩那些東西 沒問題 先試一下 我可以啊 OK 好痛啊 又受我傷 這次出血量更加大 我原來這樣踩死他 嘩 差點踩死我 痴巾 嘩 受傷更加嚴重 流了相當多的血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喊聲 嘩 什麼來的 痴巾嚇死我 大佬 嘩 暈身是傷 嘩 暈身是傷 暈身是傷 糟糕 現在全部都暈身是傷 還是在這裡 我知道了 在這裡 因為他有血 所以走到這裡 然後他吃了他 因為他受傷的... 等等 放開我啊 對了 他的血令到加百裂有反應 停手啊 加百裂我不是治療 沒有啊 下一瞬間... 沒有啊 加百裂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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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見王子 注定的人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是醜女 嘔心的女人 所以沒見到 命中轉 不是這樣 你騙了我 你一定覺得我是悲觀的女人 我沒有啊 扁低自己覺得自己醜 自己嘔心之類 都是自我保護勇的偽裝 你又怎樣呢 你跟我一模一樣啊 美莎 什麼啊 你都是悲觀 有心靈缺陷的女人 假惑軟弱的家夥 我在這裡說什麼 當然是關你的事啊 美莎 加百裂吞死了露尼亞 然後鑰匙咬出來 平安我 但又是這樣 在露尼亞消失之前 他向我傳遞了神秘的信息 我悲觀 心理缺陷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啊 正當下考慮 成功了 這樣就拿到第三把了 嗯 你的腳沒事 沒事這個傷我沒那麼深 我就說沒事了 你拿出來 幹嘛不高興 這個房間 這間屋究竟是什麼 而且居民 這一切都跟沒有幾個我有關係 那個 你自己想吧 你自己沒有注意到 是不行的 你最開始就說過 為什麼不肯告訴我 要靠我的力量來解決究竟是怎樣 完全不明白你們的意思 我們 呃 阿仁暈倒了 倒下的人好像很痛苦 鎮住一點 阿仁 尾莎 呃 你會沒事的 你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好的小說家 小說家 搞什麼阿仁 看來阿仁正處於意識朦朧的狀態 我會成為一個好的小說家 這句話 似乎在哪裡聽說過 又來回憶了 再次回憶是不是 快點 快點 快點結束了 今年的暑假 都是轉 這個 轉世即順 是啊 我還想三個人一起玩 暑假 不是玩得開心嗎 比如 夏日祭 大海 還有露營 屍三個地方 而且阿仁 你不是一樣 每次都玩得很開心 我沒有玩得很開心 但是你們擅自離我家 硬要帶我去 有什麼都忘記了 我都忘記了 唉你們 咳咳 難道感冒 或者 馬上就要抽瘋了 要注意身體做夢 我知道了 我總覺得你變瘦了 亂說我沒有變瘦 確實有點瘦 有沒有好好吃飯 真的 你們老吵 你們都是老媽子 什麼事都沒有 沒事就好了 如果明年的暑假 可以快點來就好了 阿春靈在說奇怪的說話 但是明年夏天 我們不是忙著考試 或者就職嗎 就好像今年這樣玩 可能已經很難了 是啊 真的討厭 如果一直都是二年級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去到三年級 我們就要畢業了 一來就沒辦法一起玩了 三個 我們從小學開始就一直在一起 的確是 我也是這樣想 覺得有點可惜 阿仁決定了好未來的路 我大概都是想做事 我想盡早自己賺錢 那 美莎呢 我沒什麼特別 那一年你前幾天上課 寫了小說 是嗎 你看到 喔 美莎寫小說 真的好啊 我也要看 不行我還沒寫好 既然是這樣 你小說加為目標就可以了 不行做不到的 這個是 但是 我是個人愛好喜好 有什麼關係啊 美莎一定可以寫出有趣的小說 你究竟有什麼根據才敢說 而且我才不會成為小說家 我的腦很笨 只是喜歡書 沒有寫作的才能 我這種人寫小說不會有人看 又出現了 美莎的悲觀發現 唉 沒有 把自己看得這麼不堪 不試試怎麼知道 還有這個時候 是需要微笑 是不是 阿仁也是這樣想 嗯 美莎你的心思 很厲害 美莎一定可以成為好的小說家 嗯 多謝你們 阿仁會誇張人 好危奇 好出奇 而且還說美莎很厲害 難道阿仁你 對美莎特別意思 蛤 嗯 我猜對了 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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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吵死了 他們兩個 背影漸漸離去 三個在一起 總是很開心很溫暖 令我珍惜 這樣的時光 如果一直下去就好了 在這個夕陽的照耀效 這樣想 喂美莎 再不過來呢 我扔下你了 不要發呆了 OK 然後回來大閘 啊 剛剛的光已經沒有錯了 這是我的記憶 好像很重要 阿仁醒啦 阿仁醒啦 美莎阿仁你贏了 啊 是阿春啊 阿仁 怎麼了 阿仁突然倒下 會死的阿仁 他為什麼流血呢 是被路里亞用刀刺傷 原來是這樣 你知我人被哪把刀刺傷 紫色刀仔 這個啊 嗯 這把刀有毒 對啊有毒 這把是和有萬德拉草毒素的小刀 那個女人太我趣味了 那人會沒事 嗯 那下去呢 很不妙 自主不利的話 或者會死的 怎麼會啊 總之我們還有時間冷靜 先把他搬到屋裡面 然後呢 送他進房間 突然之間中毒啊 讓他呢 等他躺在床上呢 出了很多汗 萬德拉草的毒呢 應該可以用某種草藥解毒 草藥 好像在原子裡面 我記得有人在那裡種草藥 雖然不知道哪個有效 好 先去原子呢 因為今次是緊急事態 我都要幫忙啊 阿仁 這個阿春 好 不用最後三個了 進入下一天 第四章 忘卻的代價 好 我大概玩多一會兒 看多一會兒 好了 得到草藥來到原子裡面 阿春你知道哪個藥嗎 我記得是這一帶的 總之 我們要玩類似 總之什麼都不做好 總之什麼都不做強 不知道什麼強 這個是 這個是內羅里帶的包 就是那隻貓 我總之不要隨便亂碰 草藥這個 這個 有什麼狗狗 啊 這裡好像有東西 你們是不是在找草藥啊 咦 那邊有人啊 我知道草藥在哪裏 你可不可以聽到我說話 請問對方中了什麼毒啊 曼德拉草啊 曼德拉草 曼德拉草 可以中和曼德拉毒性的草 開著紅色的花 你是哪位 沒有時間跟你聊這個 快點去吧 我不是相信 但是幫憑我自己 不可以知道草藥的情報 信任這個人 當然是真的 我絕對不會說謊 開著紅色小花 啊 啊 找到了 就是這個了 沒錯 用這個草藥 就可以中和曼德拉草毒 那個 雖然不知道你是誰 但是很感謝 咦?消失了 究竟是何方實性 不是啊 現在不是想這些 把草藥送到阿仁那裏 想找到草藥了 快點叫阿仁吃下 阿仁沒事嘛 他的面色比之前更差 快點吃了一個草藥他 隨便摘些什麼給他吃 真的好一點 他的面色好一點 說實話真的很厲害 未殺 究竟這麼快找到草藥 那個 我在原子裡面聽到奇怪的聲音 奇怪的聲音? 而且看到一些輕飄飄的煙霧 蛤? 看是你平安無事地趕上了 咦? 又聽到了 我什麼都聽不到 聲音的主人好像進入這間房 不是吧? 看一下在這裡 嘩 你感受得到我 那個 你聽聽我的請求 好啊 剛剛我告訴你草藥是哪一種 雖然很想報答你 但是我現在有點忙 你 想從居民收集鎖匙嗎? 為了離開 為什麼你會知道? 如果你答應我的請求 我會幫你拿 而且我知道下一次襲擊你的居民是誰 真的? 是真的 雖然沒辦法確認這個幽靈是不是真的 但是剛剛他也告訴我草藥在哪裡 我可不可以相信他 我知道了 我願意聽你的請求 多謝 所以你想我做什麼? 我 我需要找回自己的身影 你的身影? 你的身影? 是的 我要找回自己的身影 我必須得奪回我重要的東西 那個在宅內的某一處 有個貪臨的幽靈搶走了我的東西 他就是非常黑暗的地方 那裡有奪走你重要之物的幽靈 沒錯 我知道了 我是穩穩的 多謝 但是要小心 他非常可怕 尾山你跟誰說話 我好像被無事 寶葉 不過我要完成這個跟我說話的幽靈的請求 什麼? 為了找那個幽靈的身影 被貪男的幽靈搶走了重要的物品 好像是這樣 算了 只要告訴你 接下來襲擊你的居民是誰 那一筆街也不錯 那我先走了 你也要快點來 他就在非常黑暗的地方 之後神秘的聲音消失了 可以走了阿春 OK 好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 其實現在開始的劇情 都開始進入八業化 很多東西都開始刺激 無端端會有幽靈去幫忙 都比較特別 究竟主角跟這家人的關係究竟是怎樣 或者是他們的性格呢 他們的家人 是不是所有的人 其實那個性格 都跟這個女主角差不多呢 因為他某幾處都有說到 就是說 跟他差不多 還有小時候有機會跟他玩過 但就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因為女主角失了一億 沒錯 都蠻特別的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記得按LIKE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